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艺术市场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画布的时间旅行社 艺术历险记 二颜料的密码 艺术市场的银语游戏 三画架的运钞车 大笔一挥的豪气交易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布的时间旅行社 艺术历险记 各位艺术爱好者 时间旅行者 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画布的时间旅行社 我是你们的导游 专业又不识幽默感的教授 今天 我们将一起踏上一场穿越时空的艺术历险记 准备好你的想象力 因为 这将是一次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首先 我们得先确认一下我们的时光机器 也就是这些充满魔力的画布 它们不仅仅是油彩和画布的结合 而是一闪闪通往过去的窗口 一个个记录了历史的容器 当你凝视住一幅画时 你不只是在看 你是在与过去的艺术家对话 是在聆听他们的故事 感受他们的情感 现在 让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站 文艺复兴时期 看看达文西的 蒙娜丽莎 那微妙的微笑 是不是让你觉得 她知道你所有的秘密 但别担心 她不会告诉任何人 她是时间的守护者 见证了无数的观众 从皇室贵族到背包客 都被她那神秘的魅力所吸引 跳到巴洛克时期 卡拉瓦乔的 圣马泰的召唤 不仅召唤了圣马泰 也召唤了我们 看那光影的对比 那戏剧性的瞬间 彭腐我们可以听到 卡拉瓦乔在耳边低语 来吧 看看真正的光与影的游戏 再来 我们穿越到印象派 墨内的 睡帘 是如此的平静 你几乎可以听到 池塘水面上的 青蛙呱呱叫 但别被这您尽所欺骗 这些画作 可是当十艺术界的一场革命 墨内用她的画笔 不是在画水 而是在画光 画时间 现代艺术的世界 更是充满了惊喜 毕卡索的立体主义作品 让人头晕目眩 它把现实世界打碎 然后重新组合 就像是一个孩子的拼图游戏 但这个孩子 可是改变了 整个艺术史的游戏规则 最后 我们来到当代艺术 这里的作品 可能会让你困惑 甚至质疑 这也算艺术吗 但这正是 当代艺术的魅力所在 它挑战我们的观念 推动我们的思考 就像达米恩 赫斯特的鲨鱼 浸泡在甲犬中 它不仅是一条鲨鱼 它是关于生命 死亡和存在的对话 在画部的时间 旅行社的旅程中 我们不仅仅是观看艺术 我们是在与艺术家共舞 是在与历史共鸣 每一幅画作都是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历史 而现在 这些故事 也成为了你的一部分 所以 亲爱的旅行者 当你下次站在一幅画前 记得 你不只是在看一幅画 你是在与过去和未来对话 你是在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艺术历险 欢迎再次光临画部的时间旅行社 下次旅行 我们将探索更多未知的艺术领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颜料的密码 艺术市场的银语游戏 各位听众 学生 艺术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那些 藏在画部深处的秘密 颜料的密码 这不仅是色彩的盛艳 更是艺术市场上的一场银语游戏 一场只有内心人才能参与的猜谜比赛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古老的颜料 比如说 有一种蓝色 叫做电蓝 这可是古埃及人的最爱 如果你在一幅画作中看到了这种蓝色 那么恭喜你 你可能正和一位法老王的化妆师 有助不期而遇的邂逅 当然 如果你是在艺术市场上 这种蓝色可能意味着 你需要准备一笔不小的开枝 因为古老就是金钱 再来看看绿色 啊 绿色 自然的颜色 但在艺术中 它可不总是那么自然 有一种名为歌绿的颜料 它在19世纪初期非常流行 如果你在一幅画中看到了这种绿色 那么这幅画可能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 当时的艺术家们 对这种新鲜出炉的颜料 爱不失手 但是 如果你是在艺术市场上 这种绿色可能意味着 你需要对这幅画的真实性 进行一番深入的调查 因为伪造者们 也很喜欢用这种容易获得的颜料 来进行他们的小把戏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红色 有一种红色 叫做铅单 这是一种 还有铅的颜料 它的红的 能让你的心跳加速 但是 小心 它也可能让你的脑细胞加速死亡 在艺术市场上 这种红色 可能意味着 这幅画作有著悠久的历史 但同时 也可能意味着 你需要对这幅画作 进行一些特殊的保护措施 以免那些有毒的颜料 对人体造成伤害 最后 我们来谈谈金色 在中世纪的宗教画作中 金色代表著神圣和光辉 但在艺术市场上 金色可能代表著另一种神圣 那就是金钱 如果你在一幅画作中 看到了金箔的使用 那么这幅画作不仅仅 是一件艺术品 它还可能是一个投资品 当然 这也意味着 你可能需要准备 一笔更大的开支 因为在艺术市场上 金色网网和高价同行 颜料的密码 是艺术史的一部分 也是艺术市场的一种语言 了解这些密码 不仅能让你更深入地欣赏艺术 还能让你在艺术市场上游刃有余 当然 如果你不小心买到了一幅 用错了时代颜料的尾座 那么 这些密码也可能成为你的噩梦 所以 下次当你在艺术市场上 遇到一幅画作时 不妨仔细观察一下那些颜料 它们可能会告诉你一个 比画面本身更加精彩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家的运钞车 大笔一挥的豪气交易 各位听众 学生 艺术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艺术品交易 这些交易的金额之据 简直让人觉得画家就是运钞车 画家的画笔 不是在挥洒颜料 而是在挥洒钞票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那些 令人咋舌的艺术品交易 比如说 达文西的蒙娜丽萨 如果现在拍卖 估计的卖出天文数字 但这幅画当年并 没有通过拍卖行的锤子落定 而是由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以一笔不为人知的金额购得 想当年 这位国王 大概是用了当时的无地海景房 才换到这幅无价之宝 再来看看现代 我们有了拍卖行 这个艺术界的股市 其中的交易 动辄达到数百万 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 比如说 毕加索的作品 《女士们的阿尔热》 在2015年 以1.79亿美元的价格卖出 买下一个小岛 或者是一支中等规模的足球队了 而这些天价交易背后 有时候还有著戏剧性的故事 例如 艺术品收藏家和交易商之间的角力 就像是一场高智商的扑克牌局 他们会用各种手段 来提升艺术品的价值 比如借斩于知名博物馆 或者是让名人公开宣称对 某件作品的喜爱 这些策略 有时候比艺术品本身还要精彩 当然 这些交易不仅仅是金钱的游戏 它们也反映了 人类对美的追求 遗产的重视 每一次大笔一会的交易 不仅仅是买卖双方的豪气 更是对艺术价值的一种认可和尊重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某个艺术品 以天价成交时 不妨想想 这不仅仅是一笔交易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画 是对人泪创造力的一次豪赌 也是对美的一次深情告白 而这些画架上的运钞车 正在助我们的文化和历史 缓缓行驶在艺术的长河之中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踏上了一场 穿越时空的艺术之旅 在画部的时间旅行社中 我们不仅与过去的艺术家对话 感受他们的故事和情感 还了解了颜料的密码 和艺术市场的淫语游戏 以及那些让人瞅目结舌的艺术品交易 艺术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每一幅画作都是一个故事 每一种颜料都是一种语言 我们通过艺术品与过去和未来对话 与艺术家共舞 与历史共鸣 而在艺术市场上 我们看到了金钱的游戏 也看到了人类对美的追求 和对文化遗产的重视 当然 这些只是我的观点 我希望能够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 对于艺术和艺术市场 你们是否有什么疑问或者感想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 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 再次感谢你们光临画部的时间旅行社 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艺术之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